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花果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以及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既有利于帮助起到保养肌肤 延缓衰老的功效 同时在保养子宫方面也有着不错的效果 而且也可以起到清理子宫的效果 五花果也被人们称为子宫的清洁工 若女性坚持食用 能够帮助吸附子宫内部的毒素和垃圾 快速排出体外 同时也可以起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对于女性健康有疑问益处 所以女性常存一些无花果 有助保养育公健康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三福天如果不好好保养自己 很容易损耗身体元气 让身体变虚 留下病根 那下面这五个损阳气的行为 尽量要少做 一 水喝的少 因为夏天天气热 人就容易出汗 这样需要补充水分 那如果水喝的少 就很容易导致身体缺水 那么体内的毒素和代谢肺物 就没有办法排出去 时间长了 就会诱发一些疾病 二 对着空调吹 天气热 很多人就喜欢吹空调 尤其喜欢对着空调吹 感觉这样很舒服 那如果这样吹空调 会使身体温度下降的太快 就会导致身体突冷突热的 时间长了身体就会受不了 三 冰镇饮料喝的多 有的人很喜欢在夏天喝冰镇的饮料 因为这样喝起来会很舒服 但是如果饮料喝多了 是对身体健康很不利的 因为饮料中还有大量的添加剂和糖 会让人越喝越渴的 所以应该多喝水少喝饮料 四 不打开窗户透气 因为吹空调的时候 大家都会把门窗关上 这样长时间的不透气 会使屋里的空气质量变差的 那如果我们待的时间长了 会容易呼吸不畅 对身体造成伤害 所以一定要定期开窗透气 五 睡觉的时候对着风扇吹 因为现在晚上睡觉 天气也很热 所以很多人喜欢吹风扇睡觉 虽然这样凉快了 但是这样长期吹风扇 很容易使人头疼头晕 第二天起来 人也会很不舒服的 那这五个伤害身体元气的行为 希望大家哪都不要有 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能避免就避免吧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很多人都喜欢吃饭吃得饱饱的 或者因为工作忙 三顿饭变成一顿饭 就喜欢多吃 其实这样长期饱食 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导致多种疾病 第一种就是胃病 如果总是吃得过饱 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 这样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 那我们的胃黏膜正常应该是两三天就修复一次 那如果总是吃得过饱 胃就会处于保障的状态 这样就会影响胃黏膜修复 很容易造成胃穿孔 胃溃疡等疾病 第二种 肥胖 因为现在的人都喜欢吃一些高脂肪和高蛋白的食物 那这类食物很难消化 所以就容易导致体内营养积累 时间长了就会使人肥胖 而且肥胖又会导致像高血脂 糖尿病 脂肪肝这样的疾病 第三种 骨质疏松 如果经常吃得太饱 就会使我们的骨骼出现脱钙的情况 这样就非常容易骨质疏松 所以一定要避免大吃大喝 饱食的现象 第四种 造成疲劳 我们在吃饱后 身上的血液就会到肠胃里工作 那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人疲劳 想睡觉 而且还会导致大脑迟钝 加速大脑的衰老 所以即使再饿也不要吃得太饱 只要七八分饱就行 要注意均衡搭配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女人都害怕自己变老变丑 而且有很多女性 才过三十岁就变成了黄脸婆 其实这种情况是健康出现了问题 再加上脾虚就会使人越来越丑 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可以调理脾虚 这个小方法很简单 就是可以咬舌头 因为舌尖是心肺的反射区 如果刺激舌头可以加强心肺的功能 因为肺主皮毛 所以这个方法可以美容 舌头两边是肝胆区 如果咬两边的话可以去肝 还有舌头中间是脾胃区 咬舌头中间可以现脾胃 但是如果是湿气重引起的脾胃虚的话 那这个方法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就要先去湿了 去湿我们可以喝点普洱茶 普洱茶分生茶和熟茶两种 因为生茶性凉 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 熟茶要相对温和些 所以体内湿气重的人可以喝熟茶来去湿 同时还能够养胃 所以女人过了三十岁以后 要好好保养自己 没事的时候摇摇舌头喝喝茶 既美容还养生 何乐而不为呢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